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颜面无存 中共特使团遭八国冷落 四哉其将 中共二十大前天怒人怨 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李清源 北戴河休假结束后 李克强不仅没有转入低调 反而其一系列异常举动令外界怀疑 中共权力结构是否出现了变化 李克强在二十大可能不退反进 据新华社通稿 李克强8月17日在深圳召开经济座堂会时 要求六个经济大省中的四个沿海大省要完成财政上缴任务 这被视为是在直接伸手向地方政府要钱 时评人秦鹏指出 李克强此次会议的真实目的 最重要的目标是要各省加紧搜刮地皮 帮助缓解当前中央和地方财政面临崩溃的局面 然而李克强即将下台 为什么如此积极地搞经济 外界猜测或者是中共权力结构在北戴河期间出现变化 李克强可能不会就此结束其政治生涯 在二十大或许会不退反进 又或者是经济危机真的到了威胁中共政权的程度 李克强不就不行 值得关注的是 与会六省分别是 广东 江苏 浙江 山东 河南和四川 不仅一把手普遍被认为可能在二十大进入政治局 而且基本都是习家军 例如河南楼阳生 山东李干节 浙江云家军等 有观点认为 李克强这是给习家军下任武施压力 逼他们战队 看他们选清零还是选经济 时评人唐靖远认为 这一次的北戴河会议 或许是一个分裂的大会 失败的大会 反习势力并未真正终结习近平的连任一程 但习也并未完全拿到他想要的东西 双方很可能在某个点上达成了临时的平衡 这种平衡显然是极其脆弱的 不过习一旦熬过连任这一关 阻止了经济下滑的势头之后 他一定会猛踩油门 中共解体也就不远了 8月16日 李克强南下去了深圳经济最发达地区 习近平则去了东北经济最窘困的地区之一 然而两人是同一天行程 官媒央视却先报道李克强 17日才报道习近平 外界认为这是双方相互较量的体现 党媒报道时间的先后是一个关键点 虽然李克强先被报道 但第二天习近平的相关报道势头更强 次有要压倒李克强的态势 还有分析指出 习近平的考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是属于务虚 而李克强却在主持务实的经济会议 党内权力格局很可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席下礼上已成定局 时评人唐靖元认为 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 因为李克强表现得比较高调 他去了正在闹疫情的深圳 但和民众互动不戴口罩 还去给邓小平塑像献花 大发江河不会倒流等 很容易被怀疑在影射开倒车的感慨 显示李克强的所谓有明显的针对性 也有观点指出 李克强此次出行只是演好最后一出戏 站好最后一班港 和席下礼尚无关 另外李克强南下败及邓小平 此举被认为颇有深意 中共称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第一人 带领中国40年来的经济快速成长 但现在大家都知道 习近平共同富裕 有意取代政策走向 却因清零导致目前经济萧条 外资大撤退窘境 舆论认为共产党对于台湾问题 不可能永远拖下去 诉诸武力是最终结局 美国驻华大使馆8月17日连发三则推文 对中共因美国会代表团访台而挑衅 在此发出抨击 称中共才是改变台海两岸现状的罪魁祸首 有关产事认为 推文看死瘟和实质强硬 自在震慑中方 对美国接下来在台海的行动 不要再轻举妄动 美国之音引述分析称 北京日前的军演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在未来5到10年内 中共将有一个武力攻打台湾的机会 对于中共日前的围台军演 时评人石山在精英论坛中透露 之所以美台双方相对淡定 与美国掌握了精确的情报有关 石山还接获大陆的消息 中共空军严格下令 这一次飞越台海中线不许开火 他认为中共可能是担心战争会被引爆 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也显示中共的军演是虚张声势 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姚诚认为 2024年是最危险的时候 中共会开启夺取外岛的行动 不断地对台湾进行骚扰 借势摧毁台湾军方的岛上装备 不让这些装备对中共渡海部队构成威胁 石山也表示 中共目前整体的军事安排 基本是拿2024年作为目标 到那个时候他会全部准备妥当 而在此之前 中共基本上不会轻易开战 俄罗斯总统普京 16日在出席第十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时 就台海局势表态并媲美 与北京的宣传口径如出一辙 外界分析中俄四已达成共识 但这也只是同温层取暖的无奈之举 普京套用北京的宣传语指责 佩洛西此次访台是精心策划的挑衅行为 此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高调回应称 普京的态度展示了中俄高水平协作 和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相互支持 然而佩洛西已经离台 中共军演也已结束 普京此刻表态耐人寻味 有分析认为中俄之间似乎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 缓和俄乌战争并且支持乌克兰的可能性更小了 甚至两国关系远比台面上更紧密 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陈芳瑜 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俄国被全球制裁后 很明显地要去依赖中国 也有分析指出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还是一个拉锯状态 普京没有任何实质的力量在台海问题上投入 只是口头上的声援没有什么太大的实质意义 中共也就是在同温层的取暖吧 另据朝鲜官媒15日报道 普京致信给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 两国要巩固利益并加强安全稳定 金正恩也马上回信表示赞同 还提议共同阻挠敌对军事势力的威胁和挑衅 外界认为敌对势力是指美国及其盟友 继立陶往后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 也于本月11日宣布退出 中共和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框架 中东欧国家其余的14国之中 除了匈牙利之外 都与中共渐行渐远 据悉三周前 中共外交部邀请16国大使 开会讨论问题 只有11国出席 为了改善关系 中共派合作特使霍玉珍 率团出访该地区的八个国家 但遭波兰外交部拒绝 欧盟专家卡辛斯基 在巴尔干洞察报撰文分析 中共为什么会失去中欧 他指出 中东欧国家认为 他们与中共安全威胁与价值观不合 除匈牙利外的中东欧国家 对中共已经不信任 甚至感到愤怒 导火索是中共对于立陶宛首都 开设新的台湾贸易办事处 几处的手段 该事件使两方关系急速恶化 中共在俄乌战争后的表现 更加剧了这一局势 另外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 也在中东欧国家陆续出交 例如罗马尼亚人经过7年的谈判 于2020年停止了与中共有关 切尔纳沃达核电站的讨论 还缩小了未来合作的可能性 在斯洛伐克一度被讨论的 与中共互通直达货运列车也没有下文 另外中共与波兰的铁路货运虽在进行 但其所做的减少市场准入壁垒 并增加进口等承诺并未完全兑现 凯辛斯基指出 尽管剩下的14国还没打算 随波罗的海三国退出双方合作 但除了匈牙利之外的各国 对中共越来越不以为然 中共二十大召开前 中国反常的四载其将 百姓也因风控苦不堪言 据悉中国近日多地遭遇极端高温天气 截至8月17日 中央气象台已连续28天发布高温预警 陕西安徽和江西等地 最高温度将有35至39摄氏度 其中四川重庆和湖南等地可达40度以上 根据统计 日前重庆有51条河流断流 24座水库干涸 网络上传出嘉陵江几乎干涸的照片 陆媒报道 长江流域旱情发展迅速 四川重庆等省市耕地受汗面积 1764万亩 有83万人 16万头大牲畜 因汗供水减少受到影响 而安徽湖南等地 都是中国粮食主产区 预计今年秋收粮食将大幅减产 遭遇汗灾的地区也面临电荒 四川政府通知 15至20日起 除潘之花梁山以外的 19个市的工厂将停产 重庆市宣布 限电延长至24日 工厂停产 江苏 南京 徐州和浙江等地企业 被限电生产 该措施还蔓延至民生 四川居民被要求关掉空调 另外除上海 广东 浙江等经济制造中心外 旅游重镇也疫情四起 近海南就有15万游客滞留 网传视频显示 当地居民和游客深夜排队做核酸 民众哀怨诉苦 西藏拉萨 山南等多事也受疫情影响 网传视频显示 四川云南当局以疫情为由 阻止来自西藏的车辆入境 广西北海封城近一个月后 于15日晚爆发大规模抗疫 北海当局连夜宣布解封 并叫停了次日的核酸筛查 列出 Τ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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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